地铁上上演大哥手撕熊孩子, 手段极其残忍, 这天我正打算坐地铁出去玩, 因为不是下班时间, 所以地铁上的人也不是很多, 这时地铁上上了一位带着孩子的大姐, 我一看这孩子就不简单, 结果俩人刚坐下来, 大姐就把她的波罗手机拿了出来, 而且声音极大, 她的好大儿见没人管她了, 立马发了疯似的四处跑, 而且非常没礼貌, 对着别人撞来撞去, 生怕自己撞不出个事来, 我本着好心提醒一下大姐, 好好看着点孩子, 别再摔着了, 结果大姐急眼了, 你怎么这么多事, 就有嘴, 说完白了我一眼, 然后继续刷她的波罗手机, 只见熊孩子好像有了目标, 她的目光奔向角落里, 一个正在睡觉的老大哥, 这个老大哥从刚上地铁就睡着了, 而且浑身散发着酒气, 结果这熊孩子直接就跳在了大哥隔壁的凳子上, 看着正熟睡的大哥熊孩子顿时心生歹悦, 这时熊孩子直接将手伸到了大哥的鼻子上, 三十秒后熊孩子心想, 咋还没个屁呢, 然后熊孩子又将自己练了十八年的葵花, 点学手在大哥的头上点来点去, 这时大哥迷迷糊糊的也醒了, 本以为世道战了, 结果一征年是一张熊孩子的大脸, 大哥顺势把熊孩子推开, 打算继续睡可熊孩子不干了, 只要大哥打鼻一低头, 便一个大逼斗扇过去, 来回扇了三次以后, 大哥也开始不耐烦, 大喊谁家孩子没人管管了, 可大姐却说你这么大个人跟一孩子计较什么, 边说着边叫他的熊孩子坐过来, 可熊孩子已经玩嗨了, 非但不听大姐的话, 不给大哥踹了一脚, 这时候这大哥很明显已经要爆炸了, 脸憋得通红, 熊孩子见大哥没有反抗, 便继续对着大哥坐鬼梁, 这大哥也是脾气好, 愣是忍着不搭理这熊孩子, 过了两分钟, 熊孩子大招也攒好了, 对着大哥踩脚一个无敌风火轮飞身踢, 哪只大哥也憋着大的呢, 看见熊孩子一抬脚, 立马云中套花手抓住了熊孩子的脚, 直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, 顿时我感觉整列车厢都在震动, 大哥气不打一出来, 可能是失恋了, 继续抓着熊孩子使出套客摔, 整个过程其实也不远输, 等大哥停手以后, 车厢上的动人才反应过来, 阻止大哥继续输出, 大姐这时候也不想着玩手机了, 立马抱住自己的好大儿, 而在我的视角中, 熊娃的整个身体已经软绵绵的了, 旁人有的也已经开始报警, 有的拉着这个大哥不让他走, 大姐就抱着孩子在地上哭, 但这时候还有什么意义呢, 早一点管管孩子不就没这事了吗, 后来这个大哥也被抓走了, 熊孩子也被拉去抢救了, 后来听说这个大哥的精神有间歇性的障碍, 平时跟普通人没两样, 但一受到刺激就立马抱走, 也就是说这大哥最后顶多赔点钱, 毕竟他自己也属于残疾人士, 整件事最大的罪人其实就是孩子的母亲, 我是巨星, 我的愿望是地铁和平, 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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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, 真是服了, 钱你有和我提分手, 还向我索要三千万分手费, 最终洗提小黑屋, 前段时间我新开的公司刚刚起步, 赚了点小钱, 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小姐姐,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用超能力将她拿下了, 而在这期间我经常与她一起逛商场, 我不光给她买了许多名牌包包和衣服, 甚至连她闺蜜的我都包下了, 但是当时觉得这也没什么, 女孩子花点钱很正常, 只要是开心就好, 可没想到她那虚伪的面具没过多久就染露了出来, 这天我接到她的电话, 亲爱的出来吃饭了, 我想吃神户八爪鱼, 我开心疑了, 在家打饭了半天才出门, 等到了以后, 发现她又带着她的闺蜜, 本以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约会, 既然这样, 那也只能这样了, 走吧, 我们去吃神户八爪鱼, 可这时她跟我说, 来得挺快呀, 我们吃饱了还得去逛街呢, 你自己在这慢慢吃饱, 记得把单买了哟, 当时我直接气炸了, 本来还挺期待这次约会的, 结果是这样的局面, 回到家后, 我就和她说我们分手吧, 别的也不多说了, 没想到她竟然无所谓的说, 可以呀, 那就给我点分手费吧, 我直接惊呆了, 没想到还有分手费这种说法, 你是在搞笑吗, 怎么,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, 我的青春都耗在你身上了, 要早知道你这么抠, 还不跟你在一起呢, 对于这段感情, 我也是不出了真心的, 好吧, 一会我转给你一点, 挂断电话以后, 因为本身我的视频就没挣一下钱, 我便找到了另一个好朋友, 不得借我十万, 啥, 你要这么多干什么, 别提了, 钱你有刚给我打电话, 可能分手后她过得并不好吧, 我想和你借点钱, 补偿一下趟, 之后我会还给你的, 库仔二话没说, 直接将钱打到了我的卡上, 唯, 我把钱转你卡里了, 你查收一下, 哎, 本来事业就不顺心, 现在又有用卵子的地方, 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又响了, 你什么意思, 十万就能买走我的青春吗, 你想要多少, 我们才谈了一个月啊, 咋来的青春, 告诉你, 这件事没完, 你想用十万补偿, 我这段时间的损失, 那是不可能的, 要不然我就去你家里闹, 去你公司闹, 那你到底想要多少, 三千万, 突然有你好伙子吃, 你跟我开玩笑呢, 咱俩在一起当一个月, 还没说完她变她的挂断电话, 本来我打算直接拉黑就完了, 没想到第二天, 她还真就去我公司闹了, 大家快来看看这个护心汉, 这个渣男欺骗我的感情, 现在外边有人了, 就要和我分手, 真是脸都不要了, 我尴尬的脸都绿了, 公司都没进, 直接回到了家, 到了晚上, 她又来敲我的门, 又在走廊大喊, 大家快来看渣男了, 骗财骗色的男人, 这下子我的十里八乡的都传开了, 我这个人本来就嘴笨, 更不知道怎么解释了, 再这样下去, 真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, 你到底想怎样, 这段时间我也没少给你转吧, 我的钱都给了你了, 你还想怎样, 回到屋里, 我彻夜难眠, 再这样下去, 可真就是个无底洞了, 第二天, 我找到了鼠鼠同志, 鼠鼠同志我要报案, 我将这段时间的事情经过, 和鼠鼠全权交代, 分手费这个东西, 本身也就是你情无缘, 但是这位女士涉嫌敲诈的作用, 数额巨大应当严惩, 最终带鼠鼠的帮助下, 我的前一友, 喜提六年小黑屋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